我看這段話還是比較小 我出去玩一次 我留在家裡Q毛 感情看事業雙雙卡關 吳康仁在有生之年 飾演高家長子高家月 儼然是一事無成的 魯蛇代表 還打算登出這個世界 以自然夾雜的國台語 加上各種眼神與肢體 將角色裝作灑脫 實則逞強 刻畫得有些柔肉 我自己覺得高家月 演得很開心 雖然很累 非常累 我記得我那時候 拍到後面的時候 我的孫黛就出問題了 因為高家月就是奔放 然後學許招人 然後許招人有時候 就是抱這些 他就常常會 加上當時長達半年 穿梭不同劇組 吳康仁坦言後期 身體出了點狀況 但對於演出有生之年 仍感到開心值得 特別是導演許招人 常成為他投食對象 高家月的一半靈魂 也可以說來自導演 是現在的氣氛不錯 演到大概兩三天之後 我就發現我聽到 因為我跟小任很熟 我就聽到了他說 喔 氣氛好 氣氛好 他在形容我們拍戲的氣氛好 那我就默默的把他這句話 加進了整個角色裡面 我唯一給高家月的東西 只有人之託 因為那個人之託是我自己的 馬來西亞劇組送我 那我想說 那如果是高家月 他從海盜回來 那他應該會穿人之託 那個人之託就是我平常 上戲下戲 我就直接穿回家 吳康仁也分享導演 每天都會跟他聊 角色的心情狀態 並且給足空間發揮 在原來劇本的骨架上 讓吳康仁在自己長出肉 甚至在告別式的那一場戲 其實都不是沾照腳本 小任就會說 也許是不是用你 拍到現在的理解 我們把我們現在拍下來的故事 你看到了什麼 你感受到了什麼 我們就變成那樣的台詞 那我說那你讓我想想 然後我講著講著 然後他就開始哭 然後我也在哭 然後哭一哭我就知道其實 他會希望我 不要在演的時候 再哭成這樣 吳康仁還很感謝 父母喜翔與楊桂妹 一對戲就建立了 高家月的厚度與溫度 原本爸爸是對 對高家月很壞的 很兇的 因為恨鐵不成鋼 但是其實 我們第一次對戲以後 反而喜翔哥 是用一種溫柔的方式對待我 比如說 酒醉的時候醒來的那場戲 其實原本的劇本 可能他是臭罵我 但其實他變成是一個 安安靜靜三更半夜 在那邊盯著自己兒子 你喝了那麼多酒 你窒息了沒 你有沒有被自己的 吼吐 YES 然後他就這樣盯著 我就發現 原來跟哥哥姊姊演戲 這也是我原本 接有生之年最大的一個 收穫跟原因吧 沒有職人勾心鬥角 或刀槍神鬼 一個看似簡單的家庭故事 卻讓吳康仁數度表示 從一以來最開心 在2016年以一把 輕奪金鐘勢地 今年再憑 有生之年 第七度入圍 戲劇節目 男主角將 還是要我幫你掛號 怎麼看 你都已經死透了 不同於有生之年的情感流動 不良直戀青廚師 則以漫畫感的拍攝手法 巧妙包裝 詩親 妒忌等生成議題 演出神經大條 不良少年蒲藝勇的曾經華 也是首次嘗試喜劇 其實很多的細節在台詞上 導演自己寫的台詞上 其實就已經有把這個東西 呈現出來 那就是看我 這個演員要去怎麼抓住他 所以當然也有投入一些 我自己本身的特質 那也因為導演寫的劇本上 所以讓我們這個角色的狀態 更加狠 劇中擁有奇特能力 可以和執念化成的怪物溝通 曾經華許多場次 都得在綠幕前面演出 幻想身邊有各種 不同形體 抓出走位和眼神注視的方向 還好我從我出道的第一部作品 其實就有非常多的特效 對 那從那時候就開始 在磨練想像力這一塊 幫助我很多 可以在綠幕前的表演 類似這種CG的拍攝方式 其實也是一種磨練 就是讓自己有更多的東西 可以去表現出來 我好像知道要寫什麼 有想像力還不夠 因應角色設定 曾經華苦練兩個月毛筆字 最後劇中優美字跡 90%都是出自他本人之手 非常需要專注度的技能 對 所以一開始練 當然我會覺得 寫到有點迷法 這樣都在寫同一個字 寫一個字就要寫好幾張字 可是到後面當開拍的時候 也因為這個角色 所以讓我對書法這件事情 用心的解讀 看你有沒有心情跟一個狀態 去決定說 你要寫出來自己長成什麼樣子 曾以返校入圍金馬獎新人 在演活客在你心底的名字爆紅 曾經華持續尋求角色突破 出道五年要首戰金鐘勢地 但這一仗不好打 它是新鮮的青花椒 味道清新優雅 它有點淡淡的檸檬香氣 將美食與景肥動作結合 傅孟博在美食物間 單綱警局破案王朱波 橫衝直撞又愛吃 要把形容美食的台詞說得生動 讓它大呼好難 霹靂無敵 一點調整控制 很小 很小 而且你也不知道用什麼 食慧去調整 然後你講的時候又是面對著他們 他們就用一種 是崇拜的眼神 表面崇拜 你私底下看我怎麼講錯的眼神 很容易講錯 因為邊講要邊幹嘛幹嘛 要吃的讓人食指大動 還有許多打戲要奮鬥 已讓曾奪金鐘獎 迷你聚集電視電影男主角獎的 傅孟博 第二度角逐戲劇節目男主角 猶望在成為新手爸爸的喜悅之後 上台敲鐘拼雙戲 醫生把寶寶抱起來的那一刻 聽到哭聲的時候 那個眼淚就掉下來 先不管運氣會不會特別好 但是心情確實是特別好 我覺得保持良好的心情 良好的心情 所有的事情都會是好事情 因為那天要從月子中心出發 這也是一個非常棒的體驗 有沒有帶刀 帶槍 帶小弟 綜合演藝圈三十年科術員 在女兒大人加個LINE 邀身綜合江湖的黑道大哥LINE打 把這位豪情爸爸LINE能達 想認清從想天倫的內心轉折 詮釋得絲絲入扣 也要力爭男主角講座 我也特別在這個 遺棄上的轉換 還有國台育之間的比例 還有我身體的節奏 跟放鬆的程度 我有一些我自己的研究 因為他是一個很霸道 不凶的人 但有時候這個東西 在戲劇跟現實當中 覺得很難的 你不用提他爸覺得委屈了 我已經很幸福了 劇中與兩個女兒 從疏離到破壁 可屬原自己現實生活 也是兩個孩子的爸 完全理解角色 心裡的愧疚和遺憾 拍攝時真情流露 打動許多觀眾 只是金鐘師弟講座 能不能留在台灣 還得迎戰來勢洶洶的港星 柳俊謙 你口罩拿上我 我都已經去壞了 在此時此刻化身 單純憨直的 聽障外送員神軍兵 劉軍前細心觀察 並理解聽障人士的生活 好像有一個 他真的是聽障的朋友 然後他會說 謝謝你幫我 將我平常的故事 講出來 說中文也是一大挑戰 劉軍前坦言 他平時在香港 準備十分鐘的戲 在台灣可能需要兩到三天 認真付出也大獲好評 即2020年一定 幻愛 獲得金馬獎和香港金香獎 最佳新演員雙料提名 現在也要力爭金中獎勢帝 上演老將新秀 武雄爭霸 中文字幕志愿